今天和大家正道的題目是 撒瑪利亞行邪術的西門 我們看下一張sled 聖基有一個原則 這個原則是說什麼呢 就是無論上大在這裡殺一些好的種子 撒旦會在那個地方播下他的假務者 就好像在馬帝福音第十三章 那個蜜子和敗子的表現 耶穌基都解釋了 蜜子就是上帝所殺的好的種子 敗子就是撒旦所殺的一些假務者 一個是天國之子 一個是那惡者之子 很明顯的在不同的事工都有這件事發生 當施洗有一項出來施洗的時候 記不記得法利塞人和那些薩刀哥人 都去到施洗這項上說什麼 我們都要受洗 但施洗這項上說什麼 毒蛇的種類 你不要想著你們的虎子已經放在樹頭上高了 要撒下來 當耶穌基督拳福音的時候 他都是罵法利塞人說他們是出於他們的副 就是這個魔鬼 在保羅的時空上都是這樣的 如果讀《士奴行傳》 讀下去的時候 你發覺士奴保羅去到哪裡 都是有一些假務的術士 或者一些假的先知走出來 好像在《士奴行傳》第十三章 在《士奴行傳》中有一個假的先知 的一個猶太人叫巴耶穌 在這個帕佛這個地方蒙蔽了很多人 所以其實很重要的是 有些人就好像保羅一樣 上次有說過 蘇羅就是逐家逐戶 把那些男的女的全部拉出來 要令到他們受罰 或者殺了他們 就好像一隻刨敲的獅子遍地遊行 去尋找可吞的人一樣 但有些是很隱蔽的 就好像那條蛇一樣 最狡猾的 就拿來欺騙的人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撒旦的工具 就是講到一個叫行邪屬的人 就是西門 這就是今天我們要講的人物 所以其實這個屬靈爭 我們要講的 其實聖經也有講的 我們不可以不講 雖然我們知道有一個現象世界 但是背後也有一個屬靈的世界 屬靈世界有什麼? 有光明有黑暗 有黑暗的勢力 繼續在敵擋這個福音的工作 其實我們說天和地 上帝和地中間就隔著了個天 這個天就是什麼? 空中掌權者的地當 所以聖經明明說我們的真戰 不是屬血氣的真戰 而是與那執政的 掌權的 有能的 管轄這個幽暗世界的 這個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的真戰 所謂哪個地方有物子 哪個地方就有白子 我們不要說是論斷人 我們不要說你是物子還是白子 不要這樣想想 但我們要明白事實 教會裏面有真信徒 也有假信徒 教會裏面有真的教師 真的傳導人 也有假的先知 假的教師 這就是那個情況 但邪靈的工作 在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表現出來 在一些落後的國家 或是一些迷信的國家 特別嚴重 我記得我在柬埔寨的地方宣教 當地的人很迷信 所以我們去到的時候 有些弟兄姊妹沒有心理準備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是受到邪靈的干擾 很明顯的 但在一些很先進的國家 邪靈的工作就好像隱藏起來 這個更加狡猾 更加被人察覺不到 他就是用一些方法 在人的心靈裡 緊緊地困住他們 緊緊地困住他們 讓他們活在這個罪裡 無法去認識這個神 將他一生捆綁住的時候 到最後當他們死亡的時候 帶他們像魔鬼一起去到地獄 但上下有憐憫 上下會猜派他的使者 去到當中去為他們傳福音 今天在薩瑪利亞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一個例子 就是當基督的真理 天國的福音 耶穌的名字被高舉的時候 那些污鬼的工作就顯露出來 然後被趕走了出去 但我們知道薩瑪利亞裡面 有一個長久行邪術的人叫西末 我們看看今天的經文 我們看第十八章slide 第九節 第十八章slide 他說有一個人名叫西門 向內在那城裡行邪術 妄自尊大 使薩瑪利亞人的百姓驚奇 首先介紹一個人名叫西門 那他是行邪術的 行邪術的人 英文叫major 你記不記得有三個博士 3major去插 新生下來的耶穌 就是同一個字 意思就是他們去行一些法術 但這裡說他去行邪術 就是去行異教的法術 記不記得異教法術其實都很有能力 記不記得出埃及記 當摩西說要行禪職的時候 法佬那些術士 頭那兩個都行得出來 但接著下去那些就行不出來 所以告訴他們什麼 就是那些人 那些殘邪術的人的能力是真的有 所以為什麼那些人說 我看風水靚呢 拜皇大仙靚呢 歡欣借褲真的借到褲回來 真是背後有黑暗的能力 所以我們在地上都要分辨 究竟我們拿的能力是在聖靈那裡 還是在邪靈那裡 分別的部分很簡單 就是凡認耶穌的靈就是聖靈 撒旦就不會認耶穌的靈 所以從聖經的說話裡面 我們就可以明白那個感動 究竟是不是在上帝那裡的靈 我們不要被一些超自然的神職 蒙蔽了我們 也不要憑自己的感覺 這個感覺很真 但是那個東西是不是來自聖靈呢 還是來自邪靈呢 我們要清楚 我們不要盲目地去追求一些神職歧視 而就落在魔鬼的網絡裡面 因為我們一生都不能夠抽出來 其實猶太人明明禁止這些 魔法活動 魔法活動的說 我們看回第六章 在尼米記說 人偏向膠軌和行毛術的 除他們行邪淫 我要向那人便面 把他從文中展出 上帝不容許有這些事情 在他的聖文裡面發生 《生命記》說到 不要叫你的兒女驚火 不可以占卜 不可以官兆 不可以用法術 不可以行邪術 不可以用迷術 膠軌 行毛術的 過陰 即是他的陰間 記不記得蘇羅臨尾的時候 請了先知上來在陰間 叫那個巫婆幫他 這個就是膠軌在陰間裡面做事 凡這些事的都事為耶和華所珍惡 上帝就是珍惡這些事 因為那些國民閒者可珍惡的事 所以耶和華 你的神將他們從你面前趕出去 所以很重要一件事 猶太人很明白這個上帝 明明禁止去交跪這件事 拖旗的基督信徒同樣的立場 都是知道這件事 但問題就是 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問問大家 撒旦是否反對宗教 法旦是否散對宗教 大家都懂得答 不是 法旦不是反對宗教 記不記得蛇怎樣引誘夏娃 第一件事就是你想不想像上帝一樣 你吃了一個蘋果就像上帝一樣 可以分辨善惡眼睛就明明 撒旦從來不反對這個假的宗教 或者宗教 我們用宗教和福音去分 但他就很不喜歡人家真信福音 所以我們之前都讀過 撒旦馬利亞當福音被傳開的時候 在第八章第八節說 在那城裡有什麼大歡喜 這個大歡喜就是復興所帶來的歡喜 撒旦就是反對這個 反對人的生命被上帝去重整 去拿回 有人說過一個說話 我都很有思想 如果你沒有遇見過魔鬼的話 或者你沒有感覺到他存在的時候 是什麼事發生呢 很簡單 就是當你和一個人同行的時候 你就不會遇見這個人 一起這樣走的時候 一樣 當你和一個魔鬼一起走的時候 你就不會遇見魔鬼 因為你不會面對面 但如果你真的面對上帝去走的時候 你一定會面對到宗教 面對到魔鬼 所以我們要分出什麼是聖靈的感動 什麼是邪靈的暗示 我們要分出什麼是真神 什麼是偶像 我們要分出真的信徒 和假的信徒 當然我們要分出真的教師 和假的教師 我們要看今天的經文 第十八章 聖經講有很多不同的魔鬼 魔鬼就是那些叫武術 或者熟靈的神跡 或者一些奇怪的事件 但是我們有什麼 白魔鬼 白魔鬼 白魔鬼的意思是 有些人看出來好的事件 有些神奇的事件已經發生了 但有些白魔鬼 就是看人家看出來污衛 犯罪 所以沙特很多時候 有些白魔鬼 人家覺得沒問題 多好 他蒙蔽了我們 所以我們看回第十節 無論大小都聽從他 說這人就是那稱為神的大能者 英文翻譯出來 This man is the power of God That is called great Great就是一個括號 中文就是 這人就是神的能力 那稱為偉大的 其實西門要不就自己說 我就是神了 我就是來蔡霞了 如果當時的言語就是 你一樣說 我就是神在地上高的代表 其實在今時今日 如果你去到二端的團體裡 很多人都是這樣稱呼自己 記不記得東方閃電 東方閃電的女基督 就說自己就是什麼 我要來那個基督 她就是那個位上帝 那個位神 或者她說什麼 我就是上帝的代表 所以我們要緊記一件事 我們不要去看人 不要尊一個人為上帝 我們要看回聖經 聖經所說的那個才是真正的上帝 所以我們相信的意思就是 無論大小都聽從卡 意思就是他們這班薩瑪利亞人 就相信這個就是有神力量的化身 亦是最高的力量 所以稱它為偉大 我們知道什麼 叫偉大就是什麼 上帝 知道上帝才是偉大 但這就是看到那個自稱為神 就好像在貼撒羅里加後書第二章第四節 講到那個敵基督的時候 他就說 他是敵黨主高抬自己 超過一切稱為神 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在在神的殿裡面自稱為神 這個敵基督將來就說什麼 我以為就是上帝 當我想耶穌基督教導我們的時候 這個可以進入天國 你若不變成小孩子 你們絕不能進天國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要謙卑在神面前 我們沒有能力的 我們只不過是器皿 能力從我們出去的時候 是上帝我們那個管子去流通的意思 第十一節 他們聽從他 因他久用邪術 使他們驚奇 意思就是什麼呢 久用就是現在一段的日子了 他靠著他的能力 他的邪術 人們都聽他說他是偉大的 他用這個時間很長的日子 令到那幫薩瑪利也行驚奇 這個驚奇就好像什麼 驚訝 瘋狂 就像今時今日的人看到一些粉絲 偶像的時候 粉絲的反應 就是什麼很瘋狂 嚇我了 尖叫的意思 然後看下一張sled 第十二節 及至他們信了肥利所傳神國的福音 和耶穌基督的命 連難戴女受了世 大家看不看到 肥利來到不是說我來開一個醫治特會 我勁過他 你有什麼奇難責任帶來給我 肥利做什麼 肥利所傳的是神國的福音 和耶穌基督的命 這件事很重要 所傳的從來都不是神跡歧視 你來我為你討告你要得醫治 我們是要傳神的國 和耶穌基督的福音 所謂高舉基督 這就是聖靈的工作 為基督去做見證 這個神的國意思我解釋過了 就是上帝掌權的國家 在今時今日在教會裡面 也在我們每一個人 真信耶穌人的心裡面 所以上帝用肥利 他之前說神跡歧視隨著他 神跡歧視就是一個sign sign就是引起人的注意 讓他們可以來到他面前 下一步就是講清楚福音 福音就是神的國 和高舉耶穌基督的命 就像一隻手指一樣 這隻手指指向人的方向 從來手指不是最重要 所以我們要信心是建基 不是在神跡歧視上谷 也不是感覺上谷 我們信心是建基在真理 福音 那位拯救人的救主上谷 所以耶穌基督 那些猶太人 有沒有問過耶穌 你做個神跡給我們看 我們就相信你了 耶穌說這個淫亂邪惡的世代 除了弱難的神跡之外 沒有其他神跡 其實神跡不可以叫人信福音 不會叫人改變的 即是傳福音你 你現在行個神跡給我看 那我就信了 這句話是不對的 就算我真的行個神跡也好 你的心不改變的時候 你都不會信 所以待會看西門這個人 究竟西門這個人是否真信 還是假信 這很重要 在耶穌福音第二章的時候 當耶穌在耶路撒冷過瑜估的時候 有很多人看到他行個神跡 就信他的命 這又用個信字 然後耶穌卻不肯將自己交託他們 因為他知道萬人 也用不著誰見證 也用不著誰見證人怎樣 因為他知道人裡的心所存的 耶穌基督體騙了我們每一個人的心 也都體騙了西門的心 所以不是說信就叫信 待會我們會看清楚什麼叫信 西門表面上高做得很好 他又相信 又受勢 又參加聚會 跟著阿菲利 但他是否真的已經改變了 他的生命是否已經被耶穌基督掌管 是另一回事 所以我們回應其真是一件事 我們將自己的生命 整個人交託給耶穌基督 遵守他的話語 願意信服是另一回事 所以很奇妙就是阿菲利 來到這個地方 他沒有一本手冊 如何反對撒旦啟發 這個巫師的工作 他不是去反鬧這個人 他不是去攻擊西門 他主要是傳說耶穌基督的名 所以我們的信用很重要 我們建立在上禮的話語 聖靈給我們真實的感動 還有我們不是要贏 什麼人的稱讚 人的讚許 有人說過 當你要用麵包和魚去吸引一個人的時候 你就要繼續用麵包和魚 叫這個人留下 所以這就是無底心談 我們給不到這些東西 但是我們只可以給什麼 純正的福音 讓這個上帝佔據了他的心的時候 這個位置給你填滿的時候 他就沒有什麼需要缺乏 數了一些東西 我們要知道怎樣去做 所以好像西門看到他的邪術 給他自己厲害的時候 他就不可以打敗他的時候 有人說西門就是什麼 就加入他 加入他裡面的時候 成為他的一份子 這個就是當時的想法 所以第十三節 他說很神奇的 你看西門自己也信 他真的信 也受了洗 然後就什麼 常與肥利在一處 很重要就是我們說 看一個人的表面上高 他怎樣為之信 就是他究竟有沒有說自己信 他有沒有受洗 有沒有上上班教會 這三個東西 我們看一個人表面上高 一個信徒他其實做得不錯的 西門 表面上高要做的事情都做出來 但他常常跟著他配合動機是什麼 其實有人說他跟著肥利 就說這個人做了很多神職騎士 他在後面好像狐假虎威 大家明白嗎 他就在前面 肥利做了很多神職騎士 他就在後面韜光繼續去想 或者繼續什麼 他想拿他的神職騎士的方法 待會看來就知道 他想用錢去買 因為當時那些法術師是很流行的 很自家 你比如學一套魔術 可能你要給錢那個魔術師 教你怎麼變這套魔術 當時是一樣的 那些法術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他有少許技術的時候 他可以用這個東西賣到錢 還有他又可以用錢去買法術回來 所以當時來說 就是當時很常用的 就知道西門出了什麼問題 有一個挺好的例子 如果你照個小朋友 你都知道 就是當媽媽照了一個 不懂得說話的小朋友的時候 突然間那隻雀鳥有窗口的時候 他就會跟小朋友說什麼 咦你看那隻雀鳥 那你猜小朋友的反應是什麼 當然不是 小朋友看著他的手 明白嗎 小朋友不會知道的手指指著那隻雀鳥 他就會看著媽媽的手 或者他會做一隻手出來 西門的問題是什麼 他就看著那些神跡歧視 他就永遠看到神跡歧視 但是看不到什麼 背後神跡歧視那位主宰 他看不到那隻雀鳥 他只看著那隻手 這就是西門的問題 很多時候他覺得他的魔法給我好 所以我就跟著他 他從來看不到自己的問題 他看不到自己是什麼 忽畏犯罪的 他需要什麼 悔改 所以福音就很重要 福音就是可以將人 從一卸臉人 跟身人 潔淨人 這就是福音的能力 他願意去跟隨這個非理 但他不是跟著上帝的說話 看回當地的法理賽人 當時那些薩瑪利亞人就不同了 當時那些薩瑪利亞人真的悔改的時候 他真的願意去看到上帝的榮耀的時候 他就懂得怎樣去做 我看到這25張章 所以西門犯了什麼錯誤呢 我在這裡寫了幾樣東西出來 所以問題出錯在哪裡 第一 就是出了在他自我的看法 他怎麼看自己 人家看他是什麼 神一樣 所以他一點都不會謙卑 記不記得哀動的人是有福的 哀動的人覺得自己一無所有 應該是 不是哀動 應該是第一個是什麼 謙虛的人是有福的 我們覺得自己是沒有的 哀動 八幅裡面是第一幅 我們覺得自己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我們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寧侶貧窮出來的字應該是 貧窮的人是有福的 因為天各是他滿地 總之在寧裡面覺得自己不夠的 是犯罪的 但西門他就看自己是什麼 看自己不錯 第二 他對救恩的看法也是錯的 救恩的費用就是表面 基督徒 我回教會 我又說自己信 我有十一奉獻 我有教會 有事奉 我常常的跟著 他在一起 但他看不到他悔改 回到上禮那裡 然後他對聖靈的看法也是錯的 他覺得聖靈是可以買的 他當聖靈是一件物件 剛才那個詩歌很好 我看一看 有一位神 不是有一個神 那位神就是一個遺格 一個人 聖靈是一個遺格 一個人 他不是一件貨物 不能拿來買 最後他對聖的都是看錯了 他都不願意悔過 他只是叫人類為他代討 他不會自己去面對上帝 所以我看第七章 這些人就是有敬虔的外貌 就像《提摩大學》後書第三章 有敬虔的外貌 他是背負了敬虔的實意 上帝從來都是看每一個人的內心 不是看人的外表 表面上那句是很好的 又順了又受洗了 又常與肥利同在 但這裡看到的是什麼 這個水洗不可以洗人的罪 我們看看下一章 《提摩大學》第三章第21節 這水所表明的洗禮 現在藉著耶穌基督復活也拯救你們 這洗禮本不在乎除掉肉體的污衛 只求在神面前有無愧的良心 水不可以洗我們的罪 只是一個外表的行動 最重要是聖靈才能把我們去洗 記不記得耶穌說的 你信神有一位 你信的不錯 但是什麼 鬼魔也信 所以這個信這字很重要 是不是真信 還是迷信 還是邪信 鬼魔也信 卻是戰經 很重要 魔鬼都信 究竟我們的信心是否真信心 還是假信心 還有很多後書說 那等人是假仕途 行事鬼詐 裝作什麼 基督仕途的模樣 自己也不足為奇 為什麼呢 連撒旦也裝作光明的天線 所以西門在這裏的信 是不可以得救的信 甚至他受了洗 但他信什麼呢 他是信自己 還是信弗利的神跡 還是相信耶穌基督天國的福音 可以拯救他的生命 他願意將自己的主權交給上帝 其實我們看他之後 他追求什麼就知道 他究竟是追求那個能力 追求那個成績 你說我什麼都不行了 我是追求什麼 上帝的憐憫 上帝的赦免 上帝的拯救 因為其實在教會歷史 這個西門這個人 後來是慢慢的 跟一個叫做洛斯底主義 這個邪教 這個二端 是有一個關係 在第二第三世紀裡面 所以他就是一個來源 所以我們看到西門這個人 是沒有得到拯救 所以他是追求這個能力 他是追求這個神跡 所以我們教會是一樣的 所以很重要的是 我們是追求上帝的話語 追求真神去改變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 或者當中我們是追求這個神跡歧視 我們是追求上帝的道 願意聽他的話語 純復在他的道上高 不要讓這個仇敵有機可乘 為什麼我們是信自己那套 信那套神跡呢 我們有一個蒙恩的心靈 有一個蒙恩的耳朵 純粹用上帝的眼睛去看每一件事 其實人有很多聲音 最近我都聽到很多人有很多聲音 但我們有一個心 願意用神的角度 用神的話語去判斷萬事 讓我們成為一個有分辨是非能力的人 亦都在神面前是誠實無過的人 有一個無愧的良心 這就是那個水勢的意思 我們看看第十九章 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就有另一個轉折位 轉折位是什麼呢 使徒在耶路撒冷聽見薩瑪利亞人領受了神的道 就打法彼得和雀行去到他那裡 這個打法這個字就是差遣的意思 所以當薩瑪利亞人領受了主的道悔改的時候 就派這兩個使徒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現在我講過了 薩瑪利亞人和猶太人是什麼 是世仇 即是他們不會經過薩瑪利亞的地方 但很奇怪 這個福音真的傳到他那裡 肥力真是說當中有人信 所以就派了彼得和約翰去當中 如果讀下去的時候 發覺其實第八章有兩個人物 第一個人物是西門 第二個人物是安提阿伯的太監 這兩個人物是很鮮明的對比 下星期會再詳細一點說 一個是真信的 一個是假信的 今天我們看假信的就是西門 所以使徒去到的時候 就去看看當時發生了什麼事 第十五節他說 兩人到了就為他們討告 要叫他們受聖靈 因為聖靈說沒有降在他們一個人身上 他們只是奉主耶穌的名受了聖 這裡就響了很多爭議出來 究竟是一次受聖 有水聖有靈聖 中派有不同的解釋 有兩個很明顯的說 兩次的 一個是水聖一個是靈聖 什麼人會這樣說呢 就是天主教和寧恩派的教會 第一次的洗禮就是水 第二次要領受就是聖靈的洗禮 這個聖靈的洗禮透過按手 在天主教來講就是水洗 而按手禮就是有些人兼鎮禮 長大之後就是兼鎮禮 就是神父會按照領受聖禮 這就是天主教的說法 但在寧恩教會就會說 第一次是受洗 是領受水的洗 但你每一個人都要按手去領受聖靈 那就是聖靈的洗 《使徒行傳》第八章明明說是兩次的洗禮 我不否認聖靈 《使徒行傳》第八章真的有兩次 但當中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整個聖經看的時候 其實是一次的 記不記得《使徒行傳》第二章三十八節 《使徒行傳》第二章三十八節 《比德說你們各人要悔改》 《奉耶穌的名受洗》 《叫你的罪得蛇,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 是一次過的,沒有兩次的 看到嗎?悔改 接著是傷信 受洗 罪得赦 領受聖靈 這就是最初的教導 在《使徒行傳》的時候 《使徒行傳》的福音 所以不是兩次 之後所講的 保羅很多書信都是一次 所以就是一次過 為什麼這次就會有什麼事件發生呢? 記不記得我講過《使徒行傳》是一個轉折期 當這個福音由耶路撒冷傳到外邦的時候 就是一個轉折期 因為他們當時沒有印證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而這兩班人是什麼?是世壽來的 從頭到尾都不對 究竟上帝做這件事是不是真的? 所以上帝做了一個很奇妙的方法 延遲了聖靈降臨 讓那些使徒去到的時候 聖靈才降臨 在這班人身上過 證明了他們所信的道是一樣的 所以就保護了教會的合一 是不是? 教會的合一就是在裡面 所以之後重複發生了兩次 另一次就是在哪裡? 就是當外邦人哥尼流信主的時候 同樣都是分開了聖靈降臨和壽洗 還有一次就是那班約翰的門徒 約翰的門徒就是受了約翰悔改的洗禮 就沒有知道耶穌基督的聖靈的洗禮 所以就這幾次發生了 之後就再沒有發生過 所以永遠都是一次過不是兩次 在特殊的情況的時候 上帝讓這個遲少少去到進行聖靈的洗禮 我看到是26張範圍 當人們問起的時候 究竟有沒有聖靈的洗禮 我們爭信的時候就領受聖靈 有聖靈的充滿有聖靈的重生 這些就是之後我們走成聖的道路的時候 就會走出來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看看今天的經文 第二十張篇 於是使徒就按手在他們頭上高 他們就受到聖靈 記不記得聖靈降臨在耶穌身上的時候 是何時發生的 當他受洗的時候 當他受洗的時候 在水上升的時候 聖靈就彷彿甲子地降臨在耶穌基督的身上 跟著從耶穌基督身上的時候 這個聖靈降臨就流到教會裡面 在五巡節的時候 使徒人轉第二章的時候 一至四節 聖靈就彷彿甲子地降落每一個的心臟 所以由耶穌基督去到使徒 這次使徒按手在他們頭上高 叫他們受聖靈 所以這裡就由使徒去到人的身上高 所以這個是上帝特別的安排 一個轉接點 所以當這個福音傳給外邦人的時候 當使徒不明白的時候 究竟是不是上帝的心意的時候 聖靈就很明顯的彰顯 將這個明證就放在他裡面 當然有其他很多不同的解釋 大家可以回去再研究一下 但我覺得牧師所說的解釋是比較全面一點 還有我聽其他人說也是這樣說 所以就是悔改受洗罪得射去領受所持的聖靈 所以這個就是救恩整個的成績 接著我們會走一個神聖的道路 不斷地要被聖靈充滿 不斷地聖靈去實在上德的話 叫他成為合乎他使用的一個基督徒 當肥弟看到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他做些什麼呢 西門看到的時候發生什麼事呢 西門就是看見使徒安守 就有聖靈刺下拿錢給使徒 他就想買什麼 他買這個能力 就說說第一章 說把者權柄也給我 叫我守岸在誰 誰就可以領受聖靈 他就犯了一個很嚴重的錯誤就是什麼 他當聖靈是一件貨品去買的 聖靈是一個位格 一位神 他就是三位一體其中一個位格 聖靈不是叫我們買的 聖靈是叫我們什麼 聖靈是要充滿我們 是將這個權柄給我 他很錯的這個官 是將我們的權柄給他 大家看到嗎 把者權柄給我 聖靈就是什麼 我們將我們的人生目標方向交給聖靈 這樣才對 所以他做法的錯誤就是什麼 他想買這個屬靈的能力 他從來都不是一個真正的 為何看得出他不是真正圖 表面上也很好 但他的心是怎樣 首先他跟隨想拿肥力的能力 所以他用錢去買 他以為錢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但我們知道那些人就是什麼 心裡面是壞了的 他們是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 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 其實今時今日一樣 他看一個傳導人就知道 他究竟是為了什麼 這麼勾心勾命為了這個福音 是為了戶口 為了賺錢 為了自己的名 為了自己的利 還是我願意高舉耶穌基督 這就是大家要看清楚 從來都不可以事碰主 又事碰馬末 因為這不是愛者過重者過 就是興雅過 這就是我們要在當中明白去取勝 聖經都說什麼 我們百百得利的 這個福音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百百得利 我們不可以做任何事去賺取這個福音 也不可以用金錢去買這個屬令的能力 我們百百的寫去 這就是上帝給我們的心意 所以他就是一個假信徒 我們看看彼得如何去責備他 第20節 彼得說什麼 你的銀子和你一同滅亡百 表面上他好像很文奏奏 說得粗俗些 你的銀子和你一起去死去地獄 你和你的銀子一起去地獄 因為你想神的恩賜是可以用錢買來的 所以很大的事情就是這些假信徒 他們所追求的從來都不是那位真正聖經所說的主 是追求背後那位神跡歧視 恩典 如何在那裡獲得好處 所以很重要 我們自稱為基督徒 究竟我們的動機是什麼 我們是信那位行神跡那位主 還是我們真正追求那個神跡 追求那個歧視 究竟我們當中拿到經濟上高的好處 物質上高的好處 即使我們真是羨慕追求這個蜀聯的恩賜 從來這個蜀聯的恩賜 都是上帝按他自己的意思去分給人 而且很重要的作用是什麼 是造就人和造就教會 這就是個心意 如果他給你的東西 你不是來造就人 不是造就教會的時候 他不會去給你 第21節 他說美在者道上無份無關 這就是一個判決 你在這個時刻 西門在這個道上是無份無關 這就是使徒的體見 因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 即是告訴他他的信仰是假貨 他從來都沒有把基督的愛 基督的聖言 那個聖道 讓他的心去改變 他跟隨著這個人 跟隨著這班人 有他的目的 他的目的就是胡搞虎威 他想買他們的能力 買他們的能力 為了自己的益處 心不正 第22節 但在武文上 那個恩典有沒有離開 沒有 此道說什麼 你當懊悔你這罪 祈求主或者你心裡的意念 可以卸滅 可以得到卸滅 所以他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剛才所說的 認罪 悔改 受洗 領受勝利 同一個步驟 他表面上都是什麼 信 受洗 跟隨 但他的心是什麼 沒有改變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 都要省察自己在教會的生命 不是說我每個禮拜上教會 每個禮拜 每個月有十一奉獻 有事奉 在做執事 在做長老 但我們的心 有沒有被上帝改變 心改變的時候 會帶出來的行為 就是讓身邊的人 看到你就慢慢地改變 接著他講一句說話 就是下一章 我看出你正在苦膽之中 被罪惡捆綁 其實這個苦膽之中 希伯羅是一個比喻的方法 意思是說什麼 這個人在拜偶像 這個人在離棄上帝 你所做的事是離棄上帝 你是在拜偶像 所以這件事會帶來苦果 為何要苦膽之中 你離開上帝的時候 你很想有這個幸福快樂 說到西門的罪是被罪惡捆綁 所以他沒有求上帝去卸臉他 他還在罪裏面 有一個貪心的靈在綁綁著他 所謂的事我們要悔過 就像剛才我們啟認的經文 最後所讀過的 第十二章章 說到這個得救的後悔 他說 如今我歡喜不是因你們憂愁 是因你們從憂愁中伸出奧悔來 你們依著神的意思憂愁 凡事就不致因我們受虧損了 因為依著神的意思憂愁 就伸出沒有後悔的奧悔來 這個就是沒有後悔的奧悔 這個就是重生得救的奧悔 跟著就是已知得救 但世俗人的憂愁卻叫人死 記不記得出賣耶穌的猶大 猶大都是憂愁的 但憂愁到他走去自殺這奧道路 他從來沒有回到耶穌基督那裏求赦免這個罪 他自己是把錢給回那些行使給他 那些宗教人士 跟著就自己走上這個死亡的道路 我們看第22章章 西門說 願你們為我求主 叫你們所說的 沒有一樣臨到我身上 看不看到他有沒有悔改 他沒有悔改 你們幫我祈禱 他有沒有自己親自去面對上帝 沒有 你幫我祈禱 你幫我祈禱 叫這些事不要臨到我身上 從來他沒有自己去面對上帝 沒有從來面對他的信仰 他的心沒有真正的去悔改 很多解傾家就說 願你們為我求主這件事 就斷定了這個西門 是沒有真心的去悔改 我相信這一刻來講 西門是一個很差的環境 我們看一個人都知道的 表面上他好像很好 但他的信仰是假 他是一個很差的環境 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所有人都說 你幫我求 你幫我求 他自己沒有真真正正去面對上帝 所以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知道我們要生出憂愁 憂悔的心 是怎樣去以致得救 紀錄第25節 就說 使徒既證明主的道 而者一傳講 就回耶路撒冷去 一路在薩瑪利亞好色村莊 去傳揚福音 所以這裏講到 就是得時不得時去傳福音 同來我們傳道都不是說 用我們的聰明智慧 而是靠著聖靈的能力 我們隨走隨存 用我們的生命去見證 我們所信的那位上帝 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真神 所以其實教會裏面 真的有真信也有假信 在當中我們怎樣去拿捏呢 我們看第27章章 我做了一些總結整個經文裏面 第27章章 我們知道教會是有物子有拜子 但也不是告訴我們 你就是物子我是拜子 不是這樣有的 大家自己去檢討自己的生命 看回聖經怎麼說 怎樣爲真信耶穌給你 我的生命我主權 是不是一切交給你 我還是追求神跡歧視 那些好處 第二就是我們要知道 我們不是去互教 去辯論什麼 我們跟人傳福音 是全天國的福音 高舉耶穌的名 怎樣分邪靈和聖靈 就是聖靈就會為耶穌做見證 他是高舉耶穌基督的 那大家都是拿半章聖經去講的 那怎樣分是好教師 還是壞教師 就看他結出什麼果子 由好樹會結好果子 壞樹會結壞果子 從他的果子就認出他的生命 很重要 因為我們不是要神跡 我們要神跡背後那位上帝 但當我們福音傳開他的時候 神跡歧視就會隨著來 看到嗎 即是我們說信心行為 行運信心 究竟哪樣是行先哪樣是行後 是一樣的 當我們的福音是順正的 傳開他的時候 神跡歧視就會傳來 神跡歧視就是上帝會用他的方法 去證明個人所說的道是對的 這就是今時今日我們要追求的神跡歧視 西門的例子就是什麼 他很重要的是我們要學習一件事 要以上帝的說話為中心 從來都說我們要有一個正確的自我觀 一個正確的救恩觀 一個神觀 一個罪觀 用整個方法去看回我們的生命 那就不會走壞 不要偏頗 雖然他的光景是不好 雖然他現在的環境是很差很差 但有沒有得救的可能 如果他真的願意悔改的時候 我相信他都會得救 為甚麼 記不記得說那個獅子 那個獅子是誰 寶羅 寶羅也是那隻獅子 但寶羅是甚麼 他真的如見上帝的時候 他就可以得救 所以這個西門 如果他真的願意聽了 彼得和他所說的話的時候 他真的願意懊悔的 不是說你幫我祈禱吧 不要叫這些事臨到我身上公 他真的願意面對上帝的時候 上帝是有恩典 有聯盟 他都是會施行這個拯救 所以看回今天的經文 第九章 他講到其實還是你藐視他豐富的恩慈 寬容忍耐 不曉得他的救恩是令你悔改呢 下一章 所以我們要用溫柔去勸戒拉抵擋的人 或者神給他一個悔改的心 可以明白真度 叫他們已經被魔鬼任意露去的人 可以醒悟過來 脫離他的網絡 如果他真的願意 那一刻願意把他的生命交託給主的時候 寶羅就是一個好的例子 他真的願意的時候 由上帝的射臉就會臨到他的身上公 我看下一章 很重要 以蔡阿仙知道是甚麼 當襯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 可以相近的時候去求告他 惡人要離棄自己的道路 不義的人要除掉自己的意念 歸向耶和華 耶和華就必連率他 當歸向我們的神 因為神必廣行赦滅 上帝是公義的 但他也是慈愛的 我們願意何時回到他面前 求這個恩典 求憐憫 求赦滅的時候 他的赦滅就會臨到我們每一個人一生想過 所以你看到其實上帝的權能是大於一切 當耶穌基督被高舉的時候 神跡歧視就會脫下來的 那些真信的人就會有喜樂、有平安 那些假信的人就會顯露出來 這個西門直的假信的人 下星期我們會看另一個 真信的安提阿伯的太監 所以重要的是 當罪知道的時候 我們每一個犯罪的人 對罪的反應都不同 有些人會很輕鬆地帶過 有些人會生出憂傷的痛悔來 我們不是怕審判、懲罰 而是知道我們要跟上帝復活 這才是重要的 我們不可以醉醉 有任何的情面留在這裏 我們不可以妥協 有很重要的是 我們要糾正我們家裏的錯誤 當家人有錯誤的看法的時候 我們要用愛心去挽回他 所重要的是 我們不是高舉人 我們是高舉上帝 高舉他的說話 當我們看到教會 走向一些很世俗化的事情 我們要小心 即是當我們說 有些超自然的事情發生在教會 無緣無故有錢在奉獻箱裏 這些事情真的要小心 究竟是聖靈的工作 邪靈的工作 我們當中有個判斷 但我們很重要的是 這些事情發生 是叫人回去上帝那裏 這些事情發生 叫人繼續追神跡歧視 今天有1000元在奉獻箱裏 下一次可能要有2000元 大家才會覺得驚奇 剛才經常出現的字是驚奇 我們用這件事 用物質去困住人 第一 我們用熟靈的能力 心靈的改變 精神的關係 讓人回到上帝的面前 我們每一個傳道的 每一個大領教會的人都要小心 希望上帝的話語成為我們生命的力量 引領我們走一條正確的道路 雖然是窄路 但這條窄路是甚麼 引去天國的道路 高舉耶穌基督生命的道路 求助幫助我們 我們不討告 然後我們感恩你嘗嘗你的話語 在當中我們真的看到 在教會裏有真信的 亦有假信的 我們不是去評論其他人 不是去批評其他人 而是我們真的檢討自己的生命 我們的生命究竟是否真的 常常是歸在主的裏面 第一 我們真的在宗教的信項裏面 一些規條裏面 而是不會將我們的心 我們的主權去交給你 我們究竟是在追求神跡歧視 背後的上帝 第一我們想是否西門的光景女兒 她的錯誤的自我觀 她的錯誤的救恩觀 她的錯誤的聖靈論 她對罪是完全的錯誤 我們要清楚面對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罪人 我們是一群無恩的罪人 願意我們將生命主權做一次的 上上的交給你 我們做每一個決定的時候 都思想到聖靈 在當中給我們的提醒是甚麼 我們明白你的真道的時候 我們跟隨的時候 你就說我們可以得勝 面對仇敵的攻擊 面對人的說話 面對一些不理想的光景的時候 我們的力量在哪裡來 我們的力量在天府那裡來 當我們登順上帝的說話的時候 聖靈的能力就是 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靈裡面 將它顯出了 讓基督生命堂成為你一個 合理心意的教會 一個高舉聖道的教會 高舉主耶穌基督的教會 從來都不是看人 而是看主理 主理帶領著我們走前的日子 讓我們的生命再不一樣 不再為自己活 只為了救我們的主而活 讓我們越來越像主耶穌基督 得著常力的心腸 在最小的人間裡 繼續為你發光發熱 求主幫助我們 祝福以下這段時間 讓你繼續助著為王 成為我們生命的主宰 也要感謝主 向耶穌基督得勝的名字祈求 聖靈 聖靈